谢谢师父 师父就是有一位同生 想请师父开始一下 他说就是以前读到过一些经文 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情景 非常让人向往 我们心灵法门现在也有自己的净土 很想和师父和关心胡萨妈妈一直在一起 那这样为了让我们更加有信愿脱离六道 能不能让师父说一下 心灵法门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书正清静 实际上心灵法门的那个关心 不是划出的那块地啊 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划出一片天了 真的懂吗 就像你都知道 比方在人间划出个特区一样 没办法 道理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呢 天上的都是一样 人的脚踩莲花啦 莲花呢可以转换成你家的房子啦 还可以呢让你有这种水呀 这个琉璃呀玻璃呀 然后呢吃出玛瑙啊 这个白鸟啊 在叫唤啦 它最主要特点的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啊 那种感觉呀空气呀新鲜呢 而且让你觉得呢在先进 我就想问你 你旅游过很多地方 你到了有些地方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 但是你一到这个地方 你就感觉像先进一样 就那种感觉 小水常常流水啦 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个时候花草遍地啦 你就想躺在草上 看着天 就是躺在草上草地上 温暖的气候 四季如春 哦 明白了 师父那我们 你要走路的话 你踩一片云就可以走了 哦那我们 师父那心灵法门的这块净土 是不是和西方极度世界是一样的 对了你这句话算你有智慧了 实际上都是一样 天上只要超出六道的话 天都是很漂亮 都是一样 只不过我就问你 很多国家 很干净的国家 比较发达的国家 他们的环境 你看了都很像的 真的懂了吗 哦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师父 明白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